有胃灼热时能吃哪些食物? 胃灼热会让你在胃部有灼热感,这是看病的最常见原因之一。 这种疼痛通常发生在进食后,特别是在大餐后。这种疾病被称为现代的虚弱病症。 这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现代现象,而是因为我们日渐遭受住这种疾病的侵害。 在这篇文章,我们想分享当你离换胃灼热时能吃哪些食物。 胃酸过多是如何引起的? 胃灼热会在食道中产生灼热感或疼痛感,主要发生在胃部附近较低的区域。 胃灼热主要是因为胃食道逆流所引起的。 胃热感从胃部开始,在某些情况下,可以到达脖子、下巴或舌头。胃酸过多的主因是。 压力,烦恶,快节奏的生活,摄取饱和脂肪的饮食。 吃太多加工或精致碳水化合物。吃得太快,没有细嚼慢烟。 不吃饭。 不吃饭,这会改变身体的消化节奏。 饮酒过量。抽烟。 酒坐不动。 睡眠不足。 幽门螺旋感菌。 如你所见,胃酸过多的原因通常是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。 你只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,就能改变胃灼热的问题,甚至避免更严重的疾病,例如胃溃疡、胃炎。 缓和胃灼热的食物。 胃酸过多可能很恼人,甚至可能让你无法从事喜欢的活动。 当你有胃灼热的症状时,常常不想吃东西,不过,这里有一些食物可以缓解症状。 燕脉。 这种骨类食物通常适合在早上食用,能让你感到饱满,也能缓和胃酸的灼热感。 好消息是,饥饿时可以随时吃燕脉,我们建议搭配葡萄钱一起食用。 别担心任何可能的反应,燕脉会吸收葡萄钱中的酸性。 生姜。 生姜有强烈的气味,应该适量使用。 生姜是对抗酸性最好的食物,能对消化道的问题产生消炎的作用。 只要一小片生姜,就能做成姜茶,或者把姜放到食物或奶昔中,能帮助食物提味。 芦荟。 芦荟是治疗伤口最好的自然疗法,当你有胃酌热时,食道必会受到伤害,因此需要芦荟的帮助。 芦荟。 你可以直接食用芦荟叶中的凝胶,也能将凝胶加入果汁中饮用,或者直接从商店购买芦荟制成的产品。 芦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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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芦荟或芦荟等绿叶蔬菜也很重要。 这些蔬菜能缓解胃酸引起的烧灼感和疼痛。 我们建议可将这些绿叶蔬菜加入沙拉中,并避免使用洋葱、番茄、起司或沙拉酱。 最好的沙拉酱是一点盐巴和橄榄油。 大蒜是另一种可加入沙拉的食材,大蒜含有大量的水分,是纤维素很好的来源。 另外大蒜也能促进食欲。 香蕉。 香蕉是正餐之外最好的食物,这种水果的酸碱值是5.6,能缓和酸性。 不过,有些人在吃香蕉之后,胃灼热的症状会加剧。 因此,最好先观察你是否有这种情形,再决定香蕉是否能帮助你改善胃灼热症状。 西瓜。 当你离患胃灼热时,也可以吃西瓜来缓解症状。 西瓜主要由水分组成,能调节胃酸浓度。 你可以在午餐或晚餐之后吃一片西瓜,然后就像香蕉一样,看看西瓜是否有助于改善你的胃灼热症状。 茴香。 这种药用植物非常好,不但营养丰富,也有助消化。 茴香有独特的气味和酥脆的质地,可以加入沙拉、汤品、蔬菜饼或酱汁中。 将茴香切碎,并与芝麻菜和菠菜拌匀,然后加上橄榄油,就能食用了。 鸡肉或火鸡肉。 当胃酸过多时,白肉是很好的食物选择。 鸡肉在吃之前应该先烤过,千万不要用油炸或吃皮,因为你会吃下更多的脂肪。 鱼类和海鲜。 吃海鲜的方式和鸡肉类似,千万不要用油炸。 虾和鲑鱼是最好的选择,最好能吃野生的海鲜,而不是养殖的。 煮过的蔬菜。 除了在沙拉中加入生菜,你也可以把蔬菜煮熟。 一些很好的蔬菜包括高丽菜、芦笋和花椰菜。 我们建议你多吃胡萝卜和甜菜等根筋类蔬菜,最好也能煮熟。 米饭。 北非小米、布格麦或麦乳都是用于对抗胃灼热。 如果是米饭的话,最好是糙米。 如果你有胃酸过多的问题,这些食物都有助于改善症状。 米饭请搭配煮熟的蔬菜一起食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